聽說有人在Instagram上面問我問題 我在當中找到這些問題 看看問些什麼呢 對於單鏈要如何跨出第一步 有網路以後有一個很幸運的事情 就是每個人都不是用 不見得需要用臉來做第一印象 雖然臉書叫做臉書 可是上面還是有很多人 他的大頭照是放風景或者他的狗 所以呢 不用臉做第一印象的好處 就是你可以在第一時刻就表現得很幽默 或者很瘋狂很冷酷都可以 世界上有喜歡各式各樣的風格的人 所以呢 如果單鏈跨出第一步的話 我建議的是你要營造出 讓別人對你感興趣的第一步 只要不能夠引起別人對你感興趣 就沒有第二步跟第三步 所以拜託你 把你最厲害的最吸引的那一面 塑造然後展現 這是該有的第一步 如何能夠不跟對方撕破臉而優雅的分手 啊 這不歸你管的 這歸對方管的 就是你要再怎麼優雅 他都會撕破臉 所以你不要妄想 你可以像你想像那樣優雅的分手 對 你點了蠟燭然後穿很漂亮 然後他就哭 然後搖晃桌腳翻桌灑酒 所以少幻想 而且分手就是你對這對愛情的結論啊 就是這個愛情如果很重要 為什麼應該優雅的分手呢 他應該撕心裂肺啊 他應該就是流血流淚啊 為什麼要優雅的分手 優雅根本不重要 不要幻想這件事 適合與相愛該怎麼選 首先我認為相愛根本不是你選出來的 也是你運氣好得到的 所以不要假裝你用權 然後相愛以後呢 因為愛的關係 而雙方互相適合 這是最棒的狀態 可是你問了這個問題就表示 相愛與適合是兩個選項 所以我只能夠假設你所愛的那個對象 根本就不適合你 如果這樣假設的話 你當然不能選他啊 就是不適合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我身邊有很多人 戀愛的時候會選一種人 可是結婚的時候會選另外一種人 然後每一個人的結論都一樣 就是戀愛的時候都選那個 非愛不可的人 然後愛下去就知道說 這個千萬不能在一起 所以就不結婚 然後結婚的時候就選一個 很容易就能夠在一起 可是沒那麼愛的人 在一起的生活是生活 能夠一起生活的人 要能夠一起面對生活的內容 生活可不是愛哦 所以我們說我們兩個在一起生活 我們兩個不是說我們在一起 然後愛下去 是我們兩個在一起生活下去 所以符合生活的標準 比符合愛的標準重要 那如果兩者兼得的話 我當然很恭喜你 我在訪談經驗當中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愛情故事 我記得的事情都是很膚淺的事情 所以我現在要跟你講的這個愛情故事 你聽了一定會很失望的就是 我記得最清楚的一個愛情故事 是小甜甜跟我講的 她愛上一個男生 然後糾纏不親 那男生為了要甩掉她 找出各種禮 最後不得已說出了一個理由說 昨天晚上我過世的祖母托夢 說我們兩個不能在一起 這就是我覺得最可怕的一個愛情故事 太可憐了 就是要勞動到已經過世的祖母來托夢 才能夠把你給甩掉 可是是一個好故事啊 就是為了愛奮勇向前 然後糾纏不清 然後另外一個為了擺脫不愛的人 動用鬼神 這個都是非常好的態度 就是不可以遷就 要努力的照自己意思活下去